我觉得如果知道韩市长刚刚那个讲法的话 那最有资格卖台是总统府宪兵 几率比他大多 因为他要偷绝对比他容易的多 但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然后讲绿营这么多人 包括上次总统 下次院长 副院长 立委 然后所有党主席全部人都说要卖台 可是他到底怎么卖 具体证据在哪里 他卖了什么你们可不可以讲出来 我们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证据只显示 他除了农产品 蔬果这些东西之外 什么都没卖 那到底是卖了什么台呢 你们可不可以解释清楚 然后高雄市议会的议员更无聊 本来是要说要求韩国瑜今天立刻跟他们说明 做报告到底你去了是怎么卖台的 你这种设定你先准备栽张给人家 然后还叫人家来出席报告 更何况本来市政府就已经有排定议程 市议会就是有报告的一个时间 有这么急吗 今天一定要来跟你们报告吗 所以昨天许宽宇议长也发火 觉得你们真的是 你要说我阿爸我也随便你了 你们要来就来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到现在 其实呈现出来的是什么 是民进党集体的焦虑感 因为他们现在打韩国瑜只有一个 就是卖台 其他没办法打 因为过去你看选举的时候 他们讲说他的韩岛啊 然后讲说他网红啊 然后讲说他的草包说他直销啊 都无效 因为他人气反而越打越高 那现在没办法就只好讲他卖台 那问题是民进党都没想过这件事情 卖台这地方 你是遇到所有的国民党人物 你都是这样讲的 这招对他有用吗 不怕人气打得更高吗 是而且其实最近就有人去统计出来 你知道最近他们就是包括蔡英文 包括赖金德 他们的网路声量最高是什么时候 你知道就是他们去骂 比如说蔡英文网路最近声量最高是 他叫那个韩国瑜带口信给习近平 说那个台湾是一个 中澳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然后赖金德声望最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声量最高的时候是他那个说他是唐三丈散意提醒 然后那个孙悟空逃不过如来佛收掌金 问题是对这个时候他们在秤到韩国瑜的边的时候 他们声量都高了 可是你知道吗 韩国瑜被要骂的时候声量更高 到他们的10倍以上 所以你们确定要持续玩这样的游戏吗 这样游戏玩下去你觉得对你自己是有好处的吗 那我老实讲 其实你要讲卖台的话 今天韩伟哲也接见了那个大陆的这些商人 然后来谈谈买水果 那请问一下韩伟哲有没有卖台 卖啊 卖 但他卖得更凶 而且还开了大门卖 这不是让人家亲门入踏户 这样卖那他算不算卖台呢 所以我就觉得 那你们老是在扯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民进党自己现在自己的论述都搞不清楚 比如说赖清德不是讲他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结果呢他最近又拼命在讲说 他第一步绝对不是要宣布独立 而是要先把经济高好 对他说他拼经济 那请教一下你跟韩国瑜有什么两样 完全一样啊 你的主张跟国民党的主张根本就是一样的啊 那请问一下 你们这个选举要怎么选下去呢 所以我必须说现在民党他想到没有办招了 他只好把卖台这招拿出来 可是问题是你们要指控你要卖台 基本上你要有一个最基础的证据吧 你的证据在哪你要拿出来